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诗说节目 我们上次讲了夏天应该怎么养长 那么今天呢咱们说一下夏天怎么吃这个问题啊 夏天关于夏天的吃的问题呢 就是中国呢有一句民俗叫做 东吃萝卜夏吃江不找医生开药方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夏天在人的身体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夏天我们的阳气 从冲天开始我们的阳气全部都浮跃在外 所以在春夏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假如你秋冬的时候你手很凉的时候 但是人呢可能会在春夏的时候手就会温热起来 就像什么呢 就像春天阳气如果充足的话 连树梢都会绿和长树叶 就是它的树枝全都会供给供给到树梢这个部位 那么呢我们人体的气机也是这样 等到天地之气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人体的这个气机也会往外散 往外散呢这样呢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夏天阳气全部浮跃在外 那么夏天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内部恰恰形成了一个寒湿的格局 也就是说什么呢 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脾胃最弱 就是夏天我们经常稍微一吃不舒服了 肚子就会腐泻 这个腐泻的问题呢 就夏天经常出现的腐泻问题 实际上上一讲我们已经讲过了 是由于春天没养好 就是得任何疾病 不要老去想我昨天吃什么了 一定要往前再走三步 想一想我春天做什么了 如果春天的生发之机我没养好 那么夏天你就容易腐泻 就容易下围寒变嘛 就容易腐泻 因为你没有生发的那个筋啊 没有很好的生发起来 所以呢就是你的里边因为最弱 所以夏天一定要吃一些温热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吃冷饮的问题 夏天吃冷饮恰恰是最有害于我们身体的一个现象 如果你夏天吃冷饮你本来脾胃就弱 里边从天地自然之相和人体来说 夏天本来脾胃就弱 然后你如果再吃冷饮的话 这样就会造成很多的疾病 所以夏天应该吃什么呢 夏天恰恰应该吃一些温热的东西 比如说姜 姜既主生发 然后它又是温热的 那么夏天呢就多吃一些姜类的温热的东西 就会温暖我们的五脏六腑 也就是上一讲我们所讲的 比如说秋天你就会犯皮肤类的症状 或者咳嗽或者这些 都是由于你夏天没有养好造成的 那么到了冬天呢 冬天有一个特性 就是人啊 就是阳气全部都收回到身体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说人有自保功能 人有自保功能 就是说人有这个自保功能 是第一他要保五脏六腑 要保这条命的 那么天寒地冻之时呢 人的那个阳气就要回来 来保这个五脏六腑 这有点像什么呢 就有点像树 我们看到秋冬的时候 树叶就都知道掉叶子了 那么树叶 知道掉树叶的这些树 实际上就是发挥它的自保功能 就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营养成分 全部都培补在根部 而不可以在外泄了 我外边可以不管了 漂亮不漂亮 我就不用去管它了 我先保证自己活下来 所以真正懂得树的人呢 对那些冬天不掉树叶子那种树啊 它称之为傻树 就是不会不懂自保功能的 所以像这种树呢 容易就说的 第二年冬天它就不能存活了 因为它不懂这个契机 那么在于冬天来讲 冬天既然里边形成一个内热的格局 所以冬天应该吃什么呢 就应该吃一些萝卜这些清凉的顺气的东西 这样呢就会使得你的内热内淤就会有所改变 而冬天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秋收以后 我们的食物品种开始繁多 所以呢 你这样的你多吃了一些东西呢 老天都是保我们的 当你吃了这么多东西的时候 等冬天阳气一回收 只有阳气能够化万物 那么万物生长靠太阳 阳气是可以化万物的 所以阳气才可以消化掉这些五谷百味 所以这就是一种什么现象呢 就说的 从养生学上来讲呢 就是说冬天 夏天不进补 夏天人们期许旺盛 脾胃空虚 是补充营养的大好时机 为什么 曲里敏傅教授却说 夏天不进补呢 夏天不进补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补药 它都有一个特性 补药都有滋年之性 都比较难以消化 自粘之性 如果大家看过中药的话 如果你看看那个 一般的人一说补 都是用帝皇类的东西在那补 如果你看过帝皇这个药 你会发现帝皇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特性 就是熟帝皇 它都粘成一团 它纠结成一团 像这种具有自粘之性的东西 就是很难给它化掉 如果就是阳气不足的话 就很难把它化掉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夏天 因为你脾胃最弱 包括我们原先说 帝王十一 在给帝王开十方 十疗方的时候 也是夏天要吃一些耕祭 温热的 然后剁得很碎的 哪怕肉末都很碎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让他的脾胃 让他的脾胃好消化 而到冬天的时候 比如说上海人 就有一个习性 就是上海人 一到冬天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滋补膏 而滋补膏 滋补膏 所谓的滋补膏 这些东西呢 都是比较有滋年之性的 所以冬天吃 才可以把它给化掉 就是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才可以把它化掉 否则的话 就是化不掉的东西 化不掉的东西 那样的话 吃起来就会很麻烦 就是 那到冬天的时候呢 就是 这种呢 吃进去以后 吃点血肉之品 精血之品啊 像冬天的时候 吃点滋补类的东西啊 从原理上来讲 吃进去就可以运化 就像什么呢 就像 就是这个运化 是为了明年春天做准备 就好像树要冬冠一样 冬天你也要去养它 像冬冠一样 但是呢 我们先前 我们说了一个补的概念 就说大家不要以为 就说呃 从原理上来讲 冬天是可以进补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懂中医的话呢 就会明白一个道理 就如果经脉不通畅的话 你这个整个 所谓经脉通畅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这个气血的运化 不够充分的话 那么你吃任何东西都会掉你的元气 就是假如你进补的话 它不仅你化不掉它 你就会更掉出一份来 阳气来化它 对不对 这样反而浪费你的元气 所以说 什么情况下叫补呢 就是说假如你经脉通畅的话 说句实在话 你就是天天吃窝窝头也叫补 如果你元气经脉不通畅 元气已经大虚了 我就是拿人身堆着你 也把你这人救不活 那么这就是一个 关于补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其中的原理 才可以好好的去吃啊 去养生 去目眼放目自己 养生自己 我们知道 养生之道在于 疏金活血 经脉畅通 而不是一倍的进步 那么在皇帝内经当中 又有什么样的养生秘诀呢 其实养生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你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明白原理 然后明白怎么去吃 怎么去生活 这样的话 其实你连医生都不用去找 医生就没有事情干了 那么过去还有一句话 叫做上床萝卜下床僵 也不用医生开药方 那么就是 原先是东吃萝卜下吃姜 这是一个四季的问题 那么是下床 上床萝卜下床僵 这又是一天的问题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晚饭 晚饭基本上 它要求你什么 基本上是过午不时 就是过了中午以后 就要少吃东西 为什么过午不时呢 因为中国文化就这样 到了午时 到了中午11点 到一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叫午时一阴生 阴气生起来了 阴气生起来 阳气就相对的来讲 就偏弱了 那么阴气生起来以后 如果你吃什么东西 都难以消化 所以中国古代是强调 过午不时 那么呢 还有一句话 叫做过了生时以后 就基本上要少吃东西 而生时是下午三点到五点 就是如果三点到五点以后 如果你再拼命地吃东西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是一派阴霾之气 就是吃什么东西 都难以化开了 所以呢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人呢 生活的都生活习惯呢 就是你要是让我 五点以后不吃饭 那我简直 因为我夜里 有漫长的工作的时间 所以我不吃东西 岂不是饿吗 但是呢 现在最起码 大家有一个生活习性是错的 就是晚上吃宵夜 吃宵夜就是什么呀 你晚上吃的越多 因为你消化吸收能力特别差 如果你消化吸收能力差的话 你化不掉它的话 反而这种 吃了很多东西 因为你的元气全都掉过来 用来什么呢 消化食物 这样就会造成你的那个身体 会有很大的一部分支出 这样呢 包括你晚上睡眠都不好 所以中医里有一句话叫做 胃不合则卧不安 就是你胃如果消化没消化掉的话 你连睡觉你都睡不好 睡不安是怎么样 卧不安就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烙饼 睡不着 非得烙完了这个饼以后 就是把这个胃里边 把这点食物给折腾完了 才能睡觉 那么要想治这种失眠 不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吗 就是少吃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 一定要注意一个 就是说早晨反而应该多吃 早晨为什么多吃呢 早晨吃的是 因为早晨从七点到九点 这个时候正好是胃经当令 正好是胃经 人体的气脉胃 胃经在那值班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多吃呢 吃多少东西 我们都好消化 为什么呢 因为九点到十一点 是脾经当令 而脾 我们中医里所说的脾 救助韵化 你早晨吃多少东西 这个脾 它都可以给你韵化掉 所以反而你不吃早饭的人呢 到十一点当中 十一点的时候 如果你滴血糖的话 你就容易晕 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你吃饭一定要很讲究 就是早饭多吃 然后中午饭呢 中午饭因为恰恰 中午的时间是那个一点 到三点的时候 是小肠经当令 而小肠经就主吸收 所以中午的饭你要吃得很好 这就是早晨吃好 早晨吃好啊 就是中午要吃的 一定要吃的 营养要丰富一些 并且有利于小肠吸收 到晚上呢要少吃一些 吃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 那么呢 他这里边怎么说呢 他就说的 一定要怎么去吃呢 叫上床萝卜下床浆 就是说你晚上为了让自己的 消化吸收功能更好一些呢 就要吃一些萝卜 萝卜就是清凉的顺气的 让它快速的能够消解的 所以呢我们要想日常养生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每天晚上呢 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一个大萝卜 心里美或者白萝卜 这都是很好的呀 很好的东西呀 然后这样呢 又能帮助你消化 又能又对你身体有好处 你干嘛非得 现在人有钱啊 就是想不通 有钱人就是没病的人 偏偏大把大把吃营养品和保健药 这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 就以为那些东西会解决的根本问题 而他就觉得一个萝卜能管多大用 那既然老祖宗这么告诉我们 我们不妨去试一下 这样呢 你也许呢 第二天早上大便宜痛快 然后你觉得这很好啊 对吧 你把它当作一个日常的生活习性去做 不是很好吗 然后呢 为什么要下床姜呢 早晨起床的时候 为什么要喝姜呢 要喝姜汤呢 吃点姜丝呢 因为姜在中药里 也是一味药 它就煮生发 因为你早晨起床嘛 早晨起床就是阳气生发嘛 所以吃一些姜 可以有助于你的生发之机 吃姜是可以有助于生发之机的 姜是在中医里真是一味非常好的药 但是不可多食 多食则散气 它散的功能太强 你看那姜多可爱 长了那么多支支叉叉 不就是蹭蹭蹭哪都通吗 多可爱啊 所以呢 那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啊 姜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你感冒的时候 如果你那个来不及去医院 有一个很妙的方法 就是呢 把那个姜丝啊 因为感冒就是含血 所谓感冒就是get cool 就是那个着凉 就是你着了凉气了 凉气把你的气机给避住了 避住了以后呢 你怎么办呢 然后呢就靠通过 因为姜有这么多的用处 它可以辟邪气啊 它可以把那个含血往外赶 所以呢你就做一碗姜汤 然后呢再弄一些红糖 糖呢 糖的东西呢又是 首先呢 它可以就是走脾胃 因为甘胃 甜胃的东西是入脾胃的 所以它又固设住脾胃 然后你喝一点姜糖水 再拿热水好好泡泡脚 然后身体 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 你就可以上床去睡一觉 也许会比那个去打针吃药 还解决的还快啊 但是大家可以去试 不妨去试一下 还有呢就是说的 如果你这个说 又洗了脚了 又喝了姜汤了 还是不出汗 怎么办呢 喝一碗热粥 因为粥又不损伤脾胃 而且它又对脾胃有好处 就是又补脾胃 这样呢 用喝一碗热粥的方式 然后来助发汗 因为我们夏天都在讲一个发汗的问题 中医里讲 汗下土三法 该治治病权 就是说过去中医里是讲 汗法 泄法 吐法 都是可以用来治病的 如果你气急拥在这上边 你可以采取吐的方法 如果气急下面 在下面你可以用下法 可以用拉西的方法 给它拉出去 还有呢像感冒这些情况呢 就可以用汗法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姜就用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看又可以用来通气 又可以助阳 又来通气 然后呢 又能够补益我们身体 还能够用来治病 俗话说 病有心生 人们的身体机能固然需要调整 心情也同样需要调整 那么在夏天该如何调解我们的亲情呢 夏天呢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吃 那么夏天的教育呢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在吕氏春秋里他就说 夏天的教育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因为夏天有一个特别好的象 叫做什么呢 燕歌崇明 就燕子也在唱歌 然后呢 虫也在叫 所以呢 就这种情况下呢 在中国的教育上 就是说我们 大家也许会觉得 你养生就养生嘛 干嘛还要谈教育呢 其实呢 这个教育也是养生的 一个方面 那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古人就宣传 就是说一定要在夏三月的时候 专门去讲 怎么树人的问题 就是百年树人的问题 还有讲一个东西 就讲音乐 你就要通过听天下的这种燕歌崇明 来体会这种 他的那种欢愉的那种表达 因为夏天在情志上 他属于心 心就容易喜 过喜则伤心 如果你太过于喜悦的话 那么就会伤心 你看那个 甚至啊 大家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想过 有两个东西 其实是可以死人的 就是情志上 你如果过喜的话 像牛稿 听说金乌珠被杀了以后 大笑而亡 对吧 因为什么呀 心神啪一下就散掉了 因为过喜伤的是心神 还有一种情志 是对人伤害很大的 就是过恐 我们经常会听到 一些人是被吓死的 记住啊 因为恐则气下 一过恐 气就往下走 所以过恐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个像 就是哗啦一下的 就是使尿全出了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一句话 叫吓得尿裤子了 不是说它怎么样 是因为它气机恐则气下恐 人一惊恐 气就往下走 所以刷啦一下 就都尿出去了 然后控制不住 那么这个喜和恐 都是可以伤人伤得很重的 在夏天的时候 要懂得一定要节制情感 要跟什么去学呢 一定要跟那个燕子和虫 跟他们去学 要懂这种音乐之声 然后才能懂人声到底是 就是它那个音乐 音乐是有起伏的 是有五声的 所谓起伏 五声都是在讲 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是用来节制情欲的 是用来节制情欲 他认为五声和和的时候 人的情欲就应该像五声一样 你应该有你的高潮 也应该有你的那种停止的 那个消停的那个时光 所以呢这是把那个音乐 作为夏天养生的一个要点 就是树人呢 讲究树人 不过就是说 讲究夏天 从天地万物的生长之道 来看一个人的成长 今天就到这里 词词 明镶 词